那我现在呢在New Market 这个城市呢在万景跟列治文山的北面 开车半个小时 那这里这个是个华人超市叫做新好世界 那我来这里的原因呢 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这里有一样东西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待会我们一起看这个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超市的备货 超市的规模不小啊 即便在万景这也不算个小超市 然后呢很多华人的东西都有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这一边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调味料 其实也不只是华人的了 就是整个亚洲的什么日韩的呀 然后东南亚的也都有 像什么饭的一扫光啊 这些国内常见的品牌它也都有 然后台湾的品牌啊什么宁记啊 这个都是一应俱全的 好跟着我走我们来看看 我今天非常兴奋要找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个 看到吗 马兰山老长沙臭豆腐 就是其实在多伦多呢很多时候我们见到有 就算是有臭豆腐啊 其实也是有时候上海臭豆腐啊 或者是北方的臭豆腐 这种就是长沙的那种 然后黑色的放到锅里面一炸 然后炸完了之后出来 放辣椒放酱油这样吃 而且3块9毛9做特价 现在2块9毛9 我会扫很多货 这豆制品 甚至乎连像猪血这样的 item它也有 我妈妈觉得这里的菜好便宜 青菜的话呢品种也很多啊就是华人平时吃的都有比如说像椰菜花 鬼老超市呢可能比较多是西兰花但这边富贵花跟椰菜花都有 然后想想看茄子啊白萝卜啊这些也都有 而且这大家可能会觉得酒黄很贵啊 其实酒黄真的是天价 但即便是这样的这个还好 因为这个它是写的是6块9毛9一磅 那我们真的是见过比这贵多了的超市 不管怎么说酒黄是比较贵的 唐芹啊这些也都有 然后哦对 这是小同好啊1块5毛8一磅 我刚刚想给大家看的是说 比如说绿杆通菜这个我蛮喜欢的3块5毛8一磅 然后连仙菜都有哦 本来是有红仙菜苗但现在只有仙菜了 现在是4块9毛9就我知道对于国内来讲都不便宜 但是嗯没办法就是毕竟我们在加拿大的话 只有华人农场会种这些华人吃的菜 然后今天最后一样东西我想挑挑的呢 就是这个西瓜 无核西瓜6块8毛8 它是论各卖的 那我挑一个比较熟的 然后回家开看是不是够红够熟够甜